有人說中國人做雞有很多種方法 其實他們做麵都有很多種方法 這間麵店的老闆得到飲食界前輩吳永浩的珍傳 有一手超強的整麵秘方 今天我就來到這裡試試他們的手勢 要最真實地吃到麵的味道和質感 就一定要吃撈麵 老闆收到麵餅之後會花時間去除鹹味 一來令到味道更加油韌更有口感 二來吃進口時不會有苦澀味 一碟蝦子撈麵 麵當然重要 蝦子也很講究 這裡用的一定是上等的蝦子 炒完再倒入麵裡 整個麵餅馬上多了一陣香氣 味道也變得更豐富 這裡的湯是用大地魚和豬筒骨熬製 味道濃而不咸 因為鹼水麵面身比較乾 所以我習慣吃一口麵喝一口湯 有些人喜歡把湯倒進麵底裡 不過如果是這樣吃 我寧願吃湯麵算 不想只吃麵可以吃在這裡的鮮蝦雲吞 場面普遍的鮮蝦雲吞 都是多蝦小肉 但這裡的雲吞就採用一比一的份量 令雲吞可以同時擁有鮮蝦和豬肉的香味 這裡最出名的還有花雕醉雞 老闆在煮之前會預先準備好滑雞 混合了不同酒類的花雕汁就大功告成 雞肉吃得非常嫩滑 每件雞都有濃厚的酒味同時 肉本身的鮮味都完全不會被掩蓋 師誠大師傅果然名不虛傳 如果你都想快點試試 就用這套下單吧 香港01有的叫外賣了 經底部服務介面入這套